啊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1月8号美股复盘直播 今天的话呢我们 我们啊就是我们先谈一些个股 然后呢再谈一下为什么 就简单来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波动 然后呢再是美金反弹 然后我们谈一下黄金 然后还有就是 呃对然后我们接下来新周末的时候 可能会新开一个就是说 呃就是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以后会啊就是为接下一个星期来做一个 啊就是一个 先是做一个上一个星期的回顾 然后再做一个下一个星期一个展望 就比如说哪些点位哪些股票哪些点位可以玩的 然后呢哪些是可以减仓 哪些是可以考虑减仓的 就比如说就是已经碰到一个蛮高的点位了 那些股票 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提前 在一周开始之前的做好功课 啊我知道很多人也是在啊 就是也是平时有工作 可能没有时间平时的时候盯盘啊什么 这样的话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啊 更多功课我们就做完了以后呢 就接下来只要啊接下来一星期 只要机械性的加仓了就OK 然后对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周末 可能会为大家准备一些节目 然后也欢迎大家用 那个用啊就是积极的讨论 就比如说哪些 你可以说一下哪些你觉得是可以看好的板块啊什么的 然后今天写啊首先啊那个谈到这些股票之前呢 我会先说一下啊毛票嘛 因为虽然我们再三再三 提醒不要那个以一个做大仓的心理去做毛票 但是呢还有的有朋友就是一直在说 就是接下来这个怎么样 接下来啊股票啊这个 check 应该会走不要割肉还是说走啊还是怎么样 对吧就是啊 啊毛票的话呢还是毛票 然后呢 check 的话呢 我觉得接下来 q 1 接下来这个整个 quarter 可能会有一个 fda approval 的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催化剂 可以把这个股票那个再拉到很高 但是在那之前就不知道 到底会不会回到比如说一块钱一块二 对吧这都是可能的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啊 inspire 吗inspire 的话呢就是啊 inspire md 这个公司的话呢 我还是拿着然后呢啊还是 ok 的一个仓位 也不说重仓位 然后呢还是一个 ok 仓位 但是当然是比那个 check 是稍微大的一点 然后呢啊inspire 的话呢 他接下来星期一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 medical conference 然后呢那个的时候 他就很多很多的公司会在那边啊 啊这个就是啊就是给讲座啊 就是展示他们的产品啊什么的 然后我个人觉得 这可能会是接下来一个 kiles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我肯定是 我现在均价是四呃就是四毛四毛 六 八还是四毛七一我我我忘记了 但是差不多四毛六左右 然后呢那个当然是现在已经是涨了很多了 嘛然后啊 而且这也不是说马后跑 而是说我当时在买的时候之前就就已经在群里面说了 就是我在这边接了 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在那个价格也接到了 然后呢啊我 应该会在下个星期会了结这个就是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啊仓位 然后呢再留一个像之前一样 check一样的两三千块钱 放在里面任他跑 就是留个纪念啊 然后让他就是继续跑 然后呢这个股票的话 我感觉给他一点时间的话 他到一块钱两块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啊稍微重的仓位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吗 然后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还有就是dkng 今天的话dkng是跑的很好的 为什么呢他是因为啊 首先呢之前他爹是为什么 他爹是因为 kumo说那个纽约的那个mayor说 那个他们可能会要把啊这个 就是啊博彩呢做成state owned 就像lottery一样 然后但是呢啊我个人觉得这个state 就是啊当时呢我也说 就不用管这个人说什么dkng的话 他所有的爹都是可以买的 然后今天的话他又就是他又说了嘛 就有了个新闻出来就是说 啊state bill proposed 啊就是state bill submitted is a lot more different than what 啊kumo proposed 就是说跟kumo说的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dkng还会是一个大的一个player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 对这个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 就是catalyst 然后呢adt今天也是啊就是啊 adt的话今天还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惊喜啊 就马上抛上去 然后但是抛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啊这种大升起的大升起的时候呢就是啊 一般来说不是sustainable啊 然后呢他后来掉下来的话呢 但是整个趋势呢我们还是看好的 他还是我觉得还是会走那个field gap 首先短期目标还是会那个field gap 然后呢啊adt的话呢今天啊就是也有人说啊 那个啊小狼他背后是有人的啊 然后华尔街是有啊有上面是有人的 没有人啊就就我一个人孤军奋战 然后呢纯属是因为看好这个公司 然后看好技术面 然后呢觉得迟早要往上走的 哎这个就是好的 然后呢adt的话呢还是就周末的时候呢 我会重点讲一讲 2021年这些趋势就是 很多时候啊真的就是啊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操作是 用什么概念在操作 你是要玩一个长仓呢 还是说你想玩波动玩波动 你随便去玩 然后你用我的链接去弄个富途账户啊 或者是什么 然后或者美国的webo啊什么免 commission的都可以去买 然后都可以去建一个呢去买买啊 然后做做那个波段什么都随便你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看我的节目的话 呃 the biggest take away 就是我个人觉得是我 对一些股票的和趋势的一些啊分析 然后呢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流出一个仓位 或者呃就是专门去做长仓 一些就是我们大家 共同认为是非常好的趋势 而adt的话就是接下来2021年一个大的趋势 就是 你们现在听到各种各样趋势对不对 但是呢你没有就是你可能没有听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smart home smart home这个concept可能最近又是淡忘了 大家都在说未来的一些什么什么 但是smart home其实是最大趋势之一 就是啊 这个就是大家就自己啊 就是肯定是以后啊越来越多的人是把家的 家变的智能化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啊 adt的话啊全球有业务 然后呢有了adt这个传统的一个龙头啊 google就可以更好的打入啊 这个打入各个人家的啊 家门然后呢装上更重要啊 google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这个就是一个啊 然后背后有google的话 你怕啥呢 对吧 google都在为这个背书 那你怕什么呢 然后呢 ko的话今天也是啊 ko的话呢 啊今天也是涨了吗 今天都是就是买了 ko的也是会 今天就是涨了涨上去了 再跑的蛮好的 我个人觉得的话 fill the gap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或者是跑到 就是如果你要想玩个波段就走的话 这个53左右的话 这个是个筹码密集区 上去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 但是呢长期的话 就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所以波段的话呢 你从这边玩到 差不多这边53左右52块6啊 什么就够了也可以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想要玩一个啊 怎么说呢 玩一个正仓的话呢 就是我们之前就说的一个 就是你要是有很多钱 你想就是然后你不想所有的钱 都放一个非常包他的东西里面 呃概念里面的股票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啊 那个 ko 然后呢也有就是说朋友说 哎这个 ko好像他performance 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比 xlk或者qq要少 就为什么我不投到qq那边去 为什么不投啊 卧马那边去也是可以的 他们都是同一个概念的 正仓是什么 正仓就是说 在股票啊就是啊 普通的股票这样波动对不对 然后呢正仓的话可能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呢正仓的话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cash deposit 然后就现金的储藏 然后呢他是可以就是 呃就比当然你看他的dividend 他也是比银行啊dividend要高的 然后呢 呃他是就相当于跌的时候呢 他不会跌太多 那个时候你可以开始减仓正仓 然后呢把那个就就比如说啊 30是啊那个正仓的 然后呢40是high growth的 然后呢 如果是有一个大的correction 像比如说这次这次的话 你看他也就跌了一点点 但是呢很多别的股票是跌的 就蓝腰斩断的 那这个时候 high growth的可能就变成30了 然后呢啊 但是那个coccola的这个的话 可能还是还是说那个就占 整总比就可能上去了 因为他跌的没有那么多 你总总个账户在缩水 但是呢一个跌的就是百分 可能百分之啊 就是25啊40跌到25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他也跌了 但是他占你的总仓位 就是多了一点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仓 减仓正仓股 然后去加那些就是非常 bottile的啊 high volatility but high reward的那些公司 比如说uber啊 marijuana 还有那个dtng啊那些啊 或者是龙头的那个 tax sector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或者二卡什么都可以的 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 safety deposit insurance去买 然后呢他涨幅肯定是不亮眼的 但是呢他是很稳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当成一个safety deposit 然后你去就是安稳的日子的时候呢 你去你去把这个 钱放在里面 然后一点一点存在里面 然后呢啊日子不好的时候呢 哎把它拿出来去可以就是 可以准备去那个买别的股票的 然后呢 对这个的话 而且他也有个复苏的可以跑嘛 对吧 然后呢还有uber的话呢 今天也是大跌是为什么增发 增发的话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买 但是呢我希望觉得就是 没有建仓的朋友可以去买 然后呢啊 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一个 就是一个大的走势的 然后今年也是差点碰到EMA 但是接下来的话 我呃 对啊我觉得这接下来 他明年明年那个明年 明年夏天之前应该能到100以上 这是我对他立的一个flag 然后 对明年夏天之前应该能到100以上 明年1月份之前应该是可以 可以开始发酵 新闻可以开始发酵 他的就1月份之前啊之前 就是说可能在今年的11月份 可能在今年10月份 他可以开始发酵 他cashflow positive 他不亏钱了 这个一发酵 哎接下来就马上就 就一点一点上去了 啊 就是接下来要发酵什么 哎 cashflow positive 然后接下来就可能就要进snpr 什么这这些rumor都是要有了 然后对 然后谢谢谢谢那个啊 虚丰的打赏 然后谢谢ryan的打赏 然后谢谢elvis打赏 昨天开了那个资料库买了你的k 厉害厉害 然后谢谢robert打赏 thanks for adt and k 谢谢大家的打赏啊 adt ko小林获利 中文一块 然后啊 然后也有朋友问那个pepsi厉害 还是说coccola厉害 呃这两个的话呢 我们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pepsi的话是更加 补合宅家里这个概念的 啊 因为他很多东西都是chips啊 什么大家在家里就是很多chips 然后呢 但是coccola的话 更加是beverage一方面的 然后呢 他就是现在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是 啊coccola可能可能更加好一点 然后pepsi的话已经 他也已经有一个波段 是因为宅家里而获利的 而pepsi的话就是都是有点弱嘛 所以呃现在来说的话 是coccola更加好一点 然后 fubo fubo又跌了 fubo的话呢 还是老样子 就是喂一波鸡汤 fubo的话呢 对他有一个啊概念 之前呢 我们也是说了30块钱左右的时候呢 可以减仓的 然后也是发了一个消息的 然后呢 现在的话又回来 也没事啊 没事的 他就在这边曲接崩 呃这个震挡 然后呢 呃在这边的话 你没有仓位的话 在这边建个仓位是ok的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是什么说 啊碰到20 呃可能 24 然后再是22.7 啊22.3这种地方 然后呢 再是19块钱的地方 然后就 加仓 三个仓位 你给他三次机会 三次机会以后就不要看了 然后呢 接下来 他肯定还是会拉上去 这个我不太担心 然后富博的话呢 他也是有 呃 他也应该是会受益 那个于那个 advertising spending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他的话 就是接下来博彩的话 也是有有利于他的 然后呢 2021年趋势 就是说体育嘛 体育的话就是 富博的话是最好的option之一啊 不是说最好的option 但是最好的option之一 然后呢 大麻的话呢 就是今天 今天的话呢 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机会 所以我也很开心 今天大跌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问 哎 应该买哪个 然后呢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是今天 啊 truleaf 肯定是很好的一个 然后呢 kira 我我是 昨天是买了那个 kira leaf 啊 kira leaf 是哪一个 kira 是 kira 应该今天 对 今天也涨上去一点 然后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对 然后truleaf的话 一直是很稳的 今天 truleaf 真的是一个神仙一样的 啊 还是我的眼光还行啊 truleaf的话 就是跌下去以后呢 就是在30系列的时候 跌不下去的时候 哎 这边也有个支撑位 然后就因为这边就在这边 做了一个底的嘛 就相当于在这边做了一个 啊 foundation 然后这次跌到这边的话 你要是感觉他 摩擦很多次跌不下去 然后啊 然后他往下走的时候 放大量的时候 这就是抽水马桶 就要把一些人抽掉 然后马上就拉上去了 啊 这就是惯用的 市场惯用的那个技能 然后呢 truleaf的话就走上去 然后 然后还有那个 Planet 13也是蛮好的一个买入点啊 就是他也是盘了蛮久了吗 今天啊 这几天也是盘蛮久了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就是啊 还有一个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的话 就是又更新了 就是说 可能可能那个朋友 他的理解有点 就是理解错了 有一个地方 但是呢 总的来说的话 这就是 aferr的话呢 他的财报 可他可能会被别的 大麻公司的财报拉低 但是呢他本身的财报呢 没有那么差 啊 这也是验证的 我们之前说的一个说 就是说 加拿大所有的财报都没有好过 除了aferria 这句话耳熟吧 就是说 啊 你可以看 就是aferria的财报 是唯一一个就是说 啊 abit positive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 但是就是那那现在什么计划 现在就是说 星期一的时候呢 会有oji的财报 oji财报 如果很差的话 估计会拉低整个市场 然后呢 再是aferra的财报 aferra 我看一下 啊 在哪里 我应该有一个 对 earnings conference call 他是 首先呢是那个 12号的oji 然后呢11号是quishco 然后就是这是星期星期 星期二 星期二的话呢 会不会让很多公司都来个回调 然后再是aferria的时候 再是拉高 当然谁也说不准大家到底财 财报怎么样 然后呢小刀消息呢 说加拿大财报啊 都是蛮差的 除了aferria aferria还行 就是aferria是财 加拿大财报里面最好的 当然这个也不是说 是小刀消息 而是说这是历史见证的 每一次都是aferria 就是 差的时候呢aferria是最不差的 然后呢好的时候呢aferria是最好的 当然加拿大没有好的时候 但是别人都差的时候呢aferria也是好的 然后呢 这次的话就看能不能oji 给aferria来个建仓的机会 然后呢如果你怕错过的话 你随时买aferria都是可以 今天也是来个调整的对吧 然后呢 对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今天大麻谈了一下 然后 对新冠心情呢 就是说又创新高了 然后加拿大又有 国国外 美国又有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版本 自己他他也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的 那个coronavirus 现在又不知道什么 但是呢好像pfizer的那个vacin 是对新的那个mutation 是蛮厉害的 然后pfizer今天也是 今天今天是也是哎等 这是 这是错误的一个 pfizer的话今天也是蛮稳的 然后他也是在做一个底一样的 然后可能就是 接下来要买什么买pfizer 两次这种地方波动的时候呢 就是震荡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是网上会走的 所以当然我会写一个 哦对 这今天忘记了啊 pfizer gilliar我会两个写一下 然后呢 反正这两个都是 现在都是一个好的买入点啊 都是可以做长仓的一种 然后做正仓的 然后呢 pfizer就是说 pfizer又又那个欧洲好像又 double了他们对pfizer email的那个purchase 所以这也是对他利好的 然后对 然后谢谢 刘立阳的打赏 然后呢 啊谢谢excel的打赏啊 我大郎群最可爱 谢谢 谢谢苏苏的打赏 啊好久没看账户 今天打看账户啊 tcf挣钱 哎不客气 谢谢ray China的打赏 然后今天为什么波动这么大 然后还大涨呢 就是啊这个我我看到评论里 有个朋友已经说了 就是说 啊因为有有一个民主党参议员 说他不支持2000元 美国之外 后来又说 他walk back on his words 然后但是呢啊 goldman sack 也是出来他的预测 就是说 肯定会出一个更大的 然后呢 拜登呢也是 也说了 就是说会有个更大的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啊 这个进后来就是啊 美股就是先跌了以后呢 又马上被拉起来 就是因为他接下来 会有个更大的一个救助法案出来 然后呢 我们之前早上的时候也说过 救助法案 就有利于谁 那就是有利于消费股 消费股是什么 Jaderban 啊 这个那个spgr 还有macy啊 那些就是各种各样 你可以就是你自己想想看 你拿到track以后 你会去买干嘛的 然后restaurant才可能也会 然后呢 uber eats也是可能的啊 对吧 就是各种各样的消费 然后呢 对 今天的话 美金是大 美金是走了一个反弹 啊 dxy dxy 他是就是啊 假突破一次以后 又马上就是弹起来了 现在又碰到压力位 现在也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就是再磨一次 还是说就已经开始往下啊 又要往上反弹了 然后这也是给了一次 黄金的一个回调机会 昨天晚上呢 是我们晚上market close的时候呢 说了黄金 然后今天的话呢 也正好到了一个支撑位 就是说EMA这个位置 然后2324左右的地方 23.7 然后呢你在这边买的话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到了以后呢 就就 他有反弹了吗 我个人觉得在这边的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bullish pattern 然后呢 呃这个 怎么来说 这个golden golden silver的话 他不是说啊 要你要看他一页帮你报复的那种 而是说 整个2021你都可以把它 当成一个sated deposit 然后呢 呃一些仓位进来这里面 接下来股票哪些跌啊 什么的然后呢 呃或者就是相当于涨起来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割掉一点 然后去补一些别的 可能比较弱势的一些股票 因为 呃每天都会有机会的 所以啊 这个大家都是可以那个啊 看一下golden 然后gold的话呢 我为什么先推gold 不推silver 因为我给自己留了点余地 什么余地呢 就是说 接下来gold要是开始变烂了 然后开始又到下一个台阶的20块20左右的时候呢 我开始会说哎 silver倒是是好的时候了 因为gold跌了这么多 silver会跌更多 哎 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你不用浪 你不用多花一分钱 你把原来那个仓位换成silver 哎换成一些silver mining啊 什么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啊 一个策略吧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只推一个股票 但是同样概念呢 我没有推别的了啊 哎 这个就是因为我就是 我知道有的人会看到我出一个卡片以后 马上会买的 所以所以我就不想就是先出个gold 然后再出个silver 然后你们两个都买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然后谢谢 谢谢那个小类的打赏啊 然后谢谢那个reining walker啊 tcf赚钱了 哎 谢谢谢谢 是1秒哎 好的好的 其实ubix 我大仓位没有接回来 啊 所以我现在是蛮庆幸的 但是呢 我是啊 我是那个今天我在群里也说了 就是说我是10块6接了一些 然后呢10块2接了一点 然后呢10块2接了 我想原本是10块7多一点点 7呃10块呃8的时候抛掉 但是没想到他他他到10块76 然后就马上跌回去 所以我也没有抛掉 但是呢 我就差不多见了0% 就原本是是原本的仓位的40% 所以他60 我是打算在那个 跌破9块啊 跌破10块的时候到9块8那种地方接了 然后9块8 9块9 想看星期一怎么样 然后呢 对然后呃 gold 对然后这另外还有什么就是黄金大地的话是 ok 然后这这这这就是浓缩版 然后呢我们来看